由市府教育局和社交馆组办的七弹大赛到今年为止已经举办了十年的时间了 相当受到青少年朋友的欢迎 而在今年不但是增加了比赛的这个参赛名额 而且还强调赛事和以往不同要让玩家们玩个进行 紧张刺激的七弹运动在高雄推广有成 甚至成为小港区社交馆的年度盛事 七弹大赛连办十年 规模年年扩大 今年总共提供的国中有210队 那么高中高职210队 大专组有80队 那么可以提供的青少年朋友的名额有将近3000位 我们要接近秒杀 报名相当的勇业 甚至还有遗珠之汉的 希望能够再报名 所以要利用这个机会告诉大家这个讯息 大家尽早做准备 三列四号以前 那么从现在开始 到三列四号是个报名的期限 活动主打年初启用全台第一座官方专业级七弹场 主办单位强调今年的赛程规划有别于以往 又让七弹玩家玩得尽兴 为了让我们青少年朋友他们打比赛能够多的场次 所以我们出赛的时候是循环赛 那么进到户赛的时候我们要单淘汰赛 就是说希望大家来了之后能够多打几场 那无论你是非常强还是稍微弱一点点 都能够非常的尽兴 利用这个机会 我们青少年朋友可以认识更多的一个好朋友 更重要是提倡一个正当的休闲的娱乐活动 预计将有三千位左右的七弹玩家聚集到高雄来 一开放报名就接近秒杀的盛况 让赛事精彩可期 感谢欧远朱宇红 蔡凤老大 我们中国许多一台 我们中国许多一位 我们先祝福 最早的大神 霸离 这后iku